消防人员在机械停车位旁架了梯子 协助一名老翁慢慢往上爬 就在31号下午 这名72岁张姓老翁 将车停在新北新殿明泉路上的一处停车场 老翁乘租了地下一楼的机械停车位 但疑似因为第一次停车不熟悉环境 再加上灯光昏暗 不小心从停车阁的缝隙中坠落掉到地下二楼 幸好他大声呼救被经过的民众发现 消防人员也赶到现场 假梯让老翁自行爬出 他额头轻微撞伤红肿意识清楚 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新北报道